怎麼說呢 是因為提早接觸世界籃球 你知道從16歲 我就參加世青 世界青少年 那時候我們打世界第二 那時候是田本玉教練跟小娟姐 教練帶我們那時候 然後18歲雅青 然後到20歲雅青 然後就直接跳中華隊了 讓我提早見識到 就是世界籃球的趨勢 藉由這種大賽經驗 知道自己缺什麼之後 回來就是增強自己 不管是重量訓練 身體的對抗性 投籃的穩定性 然後打後衛的一些觀念 一些觀點 跟同輩的球員比起來 其實我進步比他們更快 當初打籃球 也沒想到說會達到這個成績 只是有一股不服輸的精神 就是學什麼體育就是專攻 以前我跑田徑 跆拳道桌球 本身其實有遺傳到媽媽 因為媽媽以前是運動員 以前她打網球的 所以有遺傳到那個運動細胞 每天拿著抱著一顆籃球 去學校投籃玩球自己學 然後看NBA以前 以前沒幾台嘛 就那幾台 然後NBA每次播 就好像只有禮拜天而已 對那時候還是副歌 副歌在主持 那時候 對那時候很久了 我還看那時候 籃球這條路 說順也順 說不順其實也不順 起起伏伏 過程中 其實很不容易 尤其南部的孩子 你要到台北去打拚 到這個大環境 那種抗壓性 跟那種生存 就是那種模式 那種意志力 其實要來得更強 你知道有時候當下 那種也不要說委屈啦 有些東西要自己吞下去的時候 真的那是 蠻煎熬的 一定都會有起起伏伏 只是說你怎麼去面對 去提升自己 自家的就是價值跟能力 出社會之後 就是很微妙的那種 學習方式 比較直來直往 有什麼說什麼 是 就是看到什麼 就是說什麼這樣 我們比較不會玩文字遊戲 哈哈哈哈 我們應該是說什麼說什麼 對有什麼講什麼 比較真性情啦 沒有想那種多辣 就是有好有壞 因為沒辦法 環境的問題 沒有說什麼 一定對錯啦 彼此之間要去 互相調適 對調適 就是 曝閒出來那種文化啊 南北差異 其實就差蠻多的 竟然要讓大家了解嘛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把最真誠的那一面 要體現出來 就是 面對所有事情 就是不要把大家複雜化 所以我說我比較喜歡 就是像這樣 當面這樣子 面談啊 這樣聊天啊 親身感受 去體驗才會 會知道說真的 不是想像中的這麼難搞 哈哈哈哈 年紀越來越穩重 越來越成熟 很多事情 其實 看開說開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就不要有心結在裡面 他可以把他真的變成一個 夢想在那邊 不會再像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那種爸媽覺得你打球 會餓肚子什麼 籃球在台灣是有市場的 不管是現在的 SBL還是P加 最近也成立了三對三聯盟 群哥在說 或是戴豪哥也 對對對 聯盟都是有市場的 大家都講說講棒球 但普及率最高其實是 還是籃球 職業化 慢慢的去維持 那個生技 我覺得 對往後的發展 那個可看性是滿大的 但是就是要把好東西留下來 要維持住 一定要維持住 不要只有一股熱忱這樣子 老一輩的把環境慢慢的這樣子 一路走 然後傳承給我們 然後我們又把這個環境又打出來 真的要好好的把握 要維持住 要珍惜 軟硬體全部都開始在提升很多 相對的 我覺得人的思維 不管是運動員 各行科業 我覺得都是要跟著一起提升 就是把這個環境要撐住 他們有他們自己打球的方式 也有他們自己的風格 不能去判定說他們的能力在哪裡 他們一定都有那個能力 具備那個能力在 就目前的中華隊 你覺得他們在爭取這個位置上面 最初還是要以教練為主 他們的策略是什麼 他需要的編排 跟他需要的戰術執行是什麼 這幾個後衛 其實說實在的 跟我比較接近的就銀俊而已 應該是在接觸上 因為真正接觸 只有我跟銀俊比較早期 因為那時候他還是高中生的時候 他有到育龍練球 那時候我還在育龍 那時候有接觸到 到CBA的時候 在場上我有跟他對味道過 因為那時候廣州我在新疆 對他的了解 會比後面的後衛了解還來得多 因為我們球青山打到過 所以銀俊他現在已經在CBA 征戰過幾年了 然後他也知道 全亞洲最強的 就是最高殿堂 面對這麼多外援 就是世界那種超強外援 都在CBA 在他們身上應該也學到蠻多了 所以藉由這個 我覺得銀俊的穩定度 就是那種見識度 會比就是後期的 球員的見識度還要來得更高 銀俊這幾年 其實身體有變得更強壯 因為只有環境去提升自己 因為你要適應 就是那邊的強度 強度比較強 其實銀俊回來 其實也可以帶給這些年輕球員 去不斷去做更近 其實在那邊 不只只有大家看到 就是檯面上就是可能薪資的部分 其實在那邊 學習到的東西啊 不管是技戰術層面 或者是職業的這一方面 不斷的讓自己提升非常快 生活作息跟訓練的規律上 你一定會排出自己一個 適合自己一套的東西 那個時候是跟Stefan Marvory同隊 你會看到他自己整個 如何去調整自己的自律的精神 真的一個好的頂尖選手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規律是什麼 訓練完治療 冰膚 然後吃的東西 都是有一個配套的 你真的一定要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真的你沒有健康的身體 說實在你再有多好的技術 技戰術 你沒辦法在場上 你也是等於是零 作用也是零 所以我們對身體的保養 都是非常的 都是非常的注重 不管是賽季期間 賽季後 都是維持在那個高強度的訓練 確保提升 你每次的訓練 都是在高強度的訓練上 減少運動傷害 也可以延長就是打籃球的壽命 台灣多了 非常那種 個人的技巧 訓練師 科學式的那種 專門為了幾個play的那種動作 在做訓練 因為其實有些 我是會比較抱持一個 有一點 游移的態度 因為每個人的協調性 跟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身體素質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NBA有些球員他做得出來 你到亞洲球員 就沒有辦法了 還是有他的就是作用在 就是要針對每個人的狀態跟體態 要去做修正 球員要對自己本身的條件跟能力 需要哪邊要補償的 要非常了解 他這樣子針對性會比較強 不是那種 普法練剛才訓練 以前是那種大雜會 大家一起練的那種感覺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不是現在 就是針對性 你哪裡不好練哪裡 所以 為什麼現在的球員 他會進步的這麼快 跟以前比起來差很多 這樣是好事情 但是最主要還是要體現到 就是實戰經驗 你做些的動作 你沒有實在經驗 你只要練這些 如果你遇到像我們這種經驗好的 真的打過職業經驗好的 我們踩點踩住 你什麼都動不了 因為我們會觀察 我們會針對性 看你一次兩次 我們就知道你要做什麼 然後打職業比賽 就是針對性很強 就是所謂的細節的部分 然後跟抗壓性 打職業不外乎 就是這兩個 細節跟抗壓性 像有些球 為什麼你傳的過去 我傳不過去 這就是細節拿捏度 像有些人就是經驗團 就是他們站位站得很好 雖然他們已經跑不動了 站位站得很好 就會讓你覺得很別扭 那種感覺 不管是以前我跑田徑 打跆拳道 打桌球 我都很喜歡比賽 因為我比賽我才知道 我自己缺失什麼 然後回來我再來加強 所以都是以賽帶練這種模式 因為教練所需要的就是這個 因為練其實 效果沒有比賽 體現出來的大 現在的環境就是說 比賽很多 不管是打場面也好 小場面也好 不像以前我們那種 比賽是一年 可能就一兩個比賽 這樣子而已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 不是靠平常那樣 訓練出來的 對對對 人是活的嘛 多離突發的狀況 突發的狀況 你不知道 場上那種應變 突然一下來一下 你不知道 對 如果你想挑戰更高層級的話 很多針對性的訓練 抓人 就是看的東西 會看得更細膩 錄像分析一樣 這個球員那場比賽 可能切右邊切幾次 對對對 像我就會做這種紀錄 我防守外緣 其實我防守到很有經驗 最難守的外緣 都是我去處理的 好像是這樣子 連現在在夢想家 之前在夢想家也是這樣 拿個外緣 我自己跳出來 去針對外緣的 所有的系統去做分析 進攻的模式 做筆記 做紀錄這樣下來 因為外緣 你說實在 你要完全守住 它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盡量讓它覺得便宜 對 命中率降低 甚至把你感到 你最不喜歡你去的那一邊 不知道就是 你們回去看錄像的時候 也回去看說 它在哪個地方 處理球失誤率比較高 不管是外緣 還是本土的 我們都會分析 它習慣在哪一個點打 因為人都會有習慣性嘛 它會喜歡在哪個點單打 然後它會做什麼動作 這時候我就會可能 用自己個人本身的能力 然後加上隊友的幫忙 配合 去守住外緣 降低外緣的命中率 然後導致我們有很多反擊的機會 EBA這一塊 就是他們這種數據分析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是 對對對 但是你本身還是要回歸到球員 你要真的有用心去 想要自己去研究 數據分析 我們通常都是全體一起看 對 大方向去看 但是如果你要抓得更細的話 自己會摳錄像回來 然後自己看 分析完 隔一天要訓練的時候 我就會去跟隊友說 今天那個外緣會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幫我就站在這裡 不要動我把他趕去那邊 彼此他分球 彼此他做什麼動作這樣 我就會去跟隊友配合 系列賽是打完一場 馬上隔天就要飛了 隔天就要準備下一場 行程是很密集的 你知道那種精神壓力 跟那個緊繃備戰狀態 是整個都繃緊在那邊 所以為什麼很多那種 打完比賽 都直接都感冒了 放鬆了 對 一放鬆然後就 欸就生病了 大家都是繃緊神經 常常都是關鍵嘛 大家都為了要拿成績嘛 一整年的辛苦就是為了這個聯賽嘛 強度啊跟那個競爭力啊 可看度啊都會提升 就是大環境 都會有一個專門的數據分析團隊 因為這個在台灣還是比較缺乏 你光要他把官網弄得好看一點 好差一點 都做的不是很到位 台大有一個團隊 他們是有專門在做分析 但還是不是非常的普及啦 應用在包括像中華隊 我覺得琴收這些教練團啊 都很辛苦 重點都是為了球員好 球員你真的要認真去看 真的要有心去面對琴收所有的東西 錄像啊分析啊剪接這些 是很辛苦的 他們分析的比球員還細 說實在真正分析很細的是他們 所以我覺得很多球員可以去問 說欸是發生什麼情況 花點心思啊應該這麼說 去做他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就是另外一種層面的提升 你要你自己強大 你才有辦法帶領你下面的人 人家會服你 就是因為你自己強大 那是你的能力體現 下面的人也會跟著你提升 整個球隊就會提升 那就是你的價值所在 所以我一直讓自己去提升 去分析他們所分析不了的東西 花點心思 然後去告訴他們這些觀念 然後上個球場上去體現出來 去表現出來